你知道吗?已经上传到YouTube上面的影片 可以进行二次的编辑 当你收到版权的问题 或是想删除简单的编辑一下影片里面其中一段内容 你都能够使用YouTube自带的影片编辑器去完成这些 今天这期影片我就给大家带来最新的YouTube自带的编辑器它的使用教程 为带你了解它的界面以及每个功能是具体如何使用的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你能够具体使用这个编辑器去做什么 YouTube的这个自带编辑器不是一个完整的影片解决软体 所以就像我在影片开头说的你可以删除掉影片里面其中的片段 比如说你在上传好影片之后你发现影片里面其中有一段是没有用的内容你想删除掉 但是你又不想重新上传这部影片 那么你就能够使用YouTube的这个自带编辑器去快速的删除掉这其中的部分 或者你发现在影片上传之后有一些个人的信息被暴露在了影片里面 那么就能够使用模糊效果去把这些个人的信息去模糊掉 观众就看不到了 或是说你的影片在发布了一段时间之后 影片里面其中的一段内容使用了版权的音乐 那么你就能够使用YouTube的这个编辑器去快速删除掉这个片段 你发使用这个功能去加入图片 加入其他的影片内容 你唯一能够加入的就是音频 但是自己的音频仅限于YouTube的自带音乐库里面的所有音频 很多创造者当他们的影片收到音乐版权警告之后 都会使用这个方法 就加入一段YouTube自带音乐库里面他的音乐 这样就能够覆盖原有的音乐 可以帮助自己的影片有效的通过音乐版权的想法 想要打开YouTube的编辑器有两种方式 首先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来到YouTube后台 然后选择内容 然后再选择一部你想要编辑的影片 例如说我选择这部影片选择详细资讯 然后在这边找到编辑器 这里就会打开YouTube的编辑器 第二个方式就是你可以进入到你的频道 然后选择影片选项 在这里面打开你想要编辑的影片 然后在这里面选择编辑影片 然后在这里面还是找到编辑器 这都开启YouTube的影片编辑器了 先我来介绍一下影片编辑器它的界面 在左边是所有的工具栏 这里总共会有六个工具 影片与修剪、模糊处理、音讯 片尾、资讯卡 还有广告插播时间点 在右边就是影片的预览区 你可以在这里面查看你影片具体内容 然后在底下就是编辑区 你可以查看到影片里面音频的波纹 还有就是影片里面每一秒它的画面内容 你可以找到这标志 就能够调整一下每个功能区域它的大小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每个轨道它的大小 就是说我选择放大 就可以看到每个轨道它更多详细的内容 在广告区你可以查看到五个具体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广告插播 你可以在这里面插播广告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加入片尾画面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加入资讯卡 第四个就是音频 第五个就是影片 这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功能 剪辑与修剪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在我影片开头和结尾会有一个蓝色的边框 我可以挪动这个边框 当我挪动开头这个边框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这一部分区域是空白的 这会表明我删除掉了这段内容 同样的道理结尾的时候我可以拖动 那么在结尾的这些内容也是被删除掉的 整部影片我只保留了这个边框里面的所有内容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想要在中间的时候就删除掉一些内容 我们就能够挪动这个时间轴 去找到我们想要删除掉的部分 我们先找到一个起点 例如说这个起点 然后我选了这个新增剪辑片段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有另外一个红色的边框出现了 这个区域就代表我要删除掉的部分 我可以挪动它 例如说结尾的时候我挪动它 我想删除掉这所有的区域 然后选了这个打勾 这代表你要剪下 打差就代表你要取消 我选了打勾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显示到 这个部分是会被剪去的 如果想调整一下 你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上面 然后选了这个编辑 就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再选择打勾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删除 然后它会问你是否要删除这个片段 然后在这上面以为显示你的片段一 你也可以选择编辑或是删除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如果你知道详细的时间点 你可以在里面输入详细的时间点 也是能够选取要删除的片段的 这里大家要注意 所有的影片的片段是不能够调整内容顺序的 如果想把这个片段调整到前面是不行的 这个编辑器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加入多段的剪辑片段 比如说在这里再加入一个 然后在这里再加入一个 都是可以的 而在右上角就会显示储存 这里面 YouTube会提示到你 元素至少要显示5秒 这是YouTube里面一个漏洞 所以当你遇到这情况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结尾往后挪 挪到最后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刚才的提示就消失了 你就可以选择储存 当你选择储存变更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 你做错的变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 在此期间 观众会看到你单前版本的影片 然后你无法对影片进行其他调整 系统会储存原版的影片 以便你恢复原版的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是否要储存还是取消了 这里还有其他选择的是舍弃变更 这里会有三个点标志是选项 你可以选择还原至原始的影片 或是可以查看编辑器的快捷键 如果想提高效率 你可以查看一下这里面使用的快捷键 就可以更好地使用YouTube这个编辑器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个工具是模糊处理 这里面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脸部模糊处理 一个就是自定模糊处理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自定模糊处理 这个时候就会跳出一个方框 是带有模糊效果的 我们可以移动它 例如说我想遮住我的脸部 我也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你可以选择它的形状 我也可以选择椭圆圆形 你可以选择在哪个时间段去进行模糊的处理 你可以调整它的时间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据的时间点 或者说在这里面你可以挪动它的时间 我也可以调整一下 例如在这个蓝色的区域所显示的时间点 都能够有模糊的效果 我也可以选择模糊处理的方式 可以选择追踪物品 例如说我想让它追踪我的脸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让大家找到这些话题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模糊效果 就会跟着我的面部进行移动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固定模糊处理 比如说把这个模糊效果移动到这里 那么它就会固定模糊掉这块区域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画面怎么变动 它都是会模糊掉这个区域 你可以增加多个模糊处理 比如说再增加一个自定模糊处理 就可以模糊掉不同的区域了 然后在这里可以调整时间 不一样的时间都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脸部模糊处理 这个就需要花一点时间 去让YouTube去侦查你的面孔 你可以不用等在这里 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去看一下其他YouTube影片 或是做别的事情都是可以的 第三个工具就是音讯 这里面可以让你搜索到 YouTube自带音乐库里面所有的音乐 这个标志是过滤器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过滤形式 你可以进行直接的搜索 你可以搜索它的关键字 或者直接在这里面输入关键字 也是能够搜索的 你可以查看一下 以家信号的音乐 这里面是所有你以家信号的音乐 你可以点击这个标志 播放音乐 然后可以选择这里新增这个音乐 这样就新增了一段音乐到我影片里面 这个蓝色区域就代表 在这段时间里面会显示这个音乐 你可以挪动它 就可以选择音乐出现的位置 然后可以选择调整婚姻比例 你可以把它降低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会有更多的动作 你可以查看一下授权信息 这里面可以告诉你更多音乐库授权信息 这里面可以告诉你 这个音频你可以使用在你所有的YouTube影片里面 包括盈利的影片 并且你不需要注明出处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这个移除 移除掉这段音乐 你可以新增不同的音乐片段 然后你可以调整它出现的时间区域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也可以调整一下音乐的时长 蓝色的区域就代表这个音乐它出现的时长 接下来一个工具就是片尾 一般在我们影片里面已经加入了片尾 我可以选择这个放大选项 然后挪动这个时间轴 挪动到最尾端 你就可以看到我之前加入的片尾画面 然后我可以选择片尾选项 这里面首先可以调整一下片尾出现的时间 这个是它具体的时间点 或者你可以直接拖动 片尾画面出现的时间是20秒 当你出现这个标志的时候 你就可以挪动它 那么这个时候片尾画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 这里面可以选择你片尾画面需要加入的影片 第一个选择就是最新相传影片 第二个选择就是最符合观众喜好的影片 第三个选择就是具体的影片 你可以选择这个标志 这样可以让你选择具体的某个影片 然后你可以选择新增元素 这里面可以让你选择你要增加影片 播放列表 订阅元素 频道 还是外部的链接 例如说我选择一个增加播放列表 我可以选择一个播放列表 这个时候在画面里面 就新增了一个播放列表选项 我可以挪动它位置 例如说挪动到这里 我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元素 例如说我增加一个定元元素 我可以把它挪动到这里 在这里底下可以调整一下它出现的时间 例如说让它在这个时候出现 所以在播放的时候 播放列表是第一个出现的 然后才是定元元素 这就是影片 接下去的工具就是资讯卡 咨询卡的轨道在这里 这个标志就代表我添加了咨询卡 这边就显示出我影片里面 已经有的咨询卡 我可以再新增一个咨询卡 可以有四个选项 影片 播放列表 频道 还有链接 例如说我新增一个影片 我喜欢这个影片 这个就是我新增的咨询卡 它的信息 你可以添加自定信息 或者是前导广告文字 我可以在这里挪动它出现的时间点 或者说我想删除掉也是可以的 点击这个链笔的标志 你就可以编辑已经加入的咨询卡 下一个功能就是广告播放时间点 这个功能就是让你超入广告 它的轨道是第一个 这里面会显示我已经加入的广告 当你点击这个选项之后 就会显示出你影片里面所超入的广告 它的数量还有每一个广告它出现的时间点 我可以挪动这个时间轴 例如说我想在这里再加入一个广告 我可以选这个加入广告超播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就会出现广告 我也可以继续挪动它 调整它出现的位置 我想恢复之前的状态 你可以选这个还原 就可以回到上一步 现在你知道了 如果使用YouTube自带的编辑器了 我想了解最适合新手的影片及软体 可以去看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的内容 欢迎点我频道 关注我的IG 也能够了解到我最新的动态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